你要开轨 相传木野粥 有一古老的查案秘法 红散验尸 挖出地窖 放入柴炭 似必烧红处去炭火 泼入好酒 酸醋 将洗净的尸体放进去 盖上竹席 一个时辰后 将洗净的尸体取出 放在阳光下 撑开一把红散 便可验尸破案 死者为大 入土为安 开关验尸 怕是不妥吧 唐思辰那边 此事 我和他商量过了 现在最为重要的 就是即刻找到真凶 京月 您的手没事吧 母后 没事 宁敬月 果然是你 事情的经过便是这样 还望君上明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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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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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妃 你醒了 我担心坏了 你弄疼我了 莫菲 是她害的你吗 是的话 你就眨眨眼 唐婉婉 你究竟使了什么一抹鬼气 让太妃这样动 是 是 是 看在你是悬疑母亲的本人 会饶你不死 是林静玥 不是我 林静玥 林静玥 你能够看清楚这些名字吗 黄豆 春来 婴儿 还有当时等不及七星走 一封灰烟而死的百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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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事环环相扣 绝不是林静月一人能办到的 她的背后必有高人之点 自此重来一回 我始终觉得今生有许多事情 和前一世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主上果然深谋远虑 当初威胁红豆和追杀春来 都是打着京月郡主的旗号 春来那封血书 是半点没有提到白夜阁 凡是留一手防患于未然 昨夜让绿翘将林静月及时带走 也是防止她说漏嘴 把我们供了出来 何不索性将她灭口 不急 她还有点作用 何主 师父 莫非婴儿和莫非都是因为您 师父 你和我说过 您只图妄为 不会伤及无辜的 秦安 别天真了 自顾成王之路 注定是血腥的 大丈夫 应有洪湖之志 当骑骏马 踏平山川 放心 我一时知道你的底线 不会再去伤害你的婉儿 待你成为江陵王 她依然是江陵王妃 王妃 老奴对不住您 以前错把石头当成美玉 有也不识您这颗上后的明珠 嬷嬷 不用放心上 陈文文你个小贱人 你还我女儿 小天子 你 小天子